好 再回到这个剧中 他说 当你把裤子救起来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呢 The note 就是这个bank note 怎么说 note单独用也是钞票 对吧 What's wider than white 已经比白还要白了呢 怎么会比白还白呢 这怎么回事呢 咱们看注释 38页下方 这个注释3 他说了 比白还白是英国洗衣粉的一个广告 是比较夸张的这种修饲方法 就是您用我了这个洗衣粉 洗衣服之后呢 您这个白衬衣的领子 比白还要白 就是广告嘛 慢慢起到夸张的这么一个作用 咱们知道 就是那钞票已经洗得比白还白了 就钞票已经看不出面质了 整个都毁掉了 洗成白纸浆了 就这么一个诗 咱们中文广告说的白呢 说的更妙的 中国人他这个语言也富于变化 怎么这么白 气死投尝血 不如二长霜 压塞头好的养白面了吧 怎么这么白 气死投尝血 不如二长霜 压塞头好的养白面 跟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广告用语 咱们知道就行了 这时候你是不是发现 钞票已经都整个 全洗白了呢 整个看不出面质的 已经毁了呢 至此作者连用了三个问句 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的这个注意力 大部分人回答都是 哎呀是 确实发生过 这个非常有趣 语言风趣 而且特别有吸引力 抓住读者注意力 下面句话说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先分析它的语法成分 我们看到这个白颜色的 其实是句子主干 叫 people needn't despair 人们不用去绝望 然后括号里面的end呢 等于是 这个去补充说明一下 还是病例的主句了 可以看作 但很多人呢 就会这样做了 a lot of people do 这个do指代的是什么呢 既然它跟前面这个主句 病例的do 当然代替主句的被动是despair 很多人呢 这个时候恐怕会绝望了 然后在people后面那个 who live in Britain 住在不类端的这个人 定义从具修饰这个主语人 然后呢 这个despair后面呢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like this 这是时间状态从具 当他们犯了这种错误的时候 他们就不必去绝望 但很多人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 他们只好绝望了 是这么来说 当然大家注意一个发音 大家可能注意到 李老师刚才读的时候 我读上people who live in Britain 我没有读读britain 而读读britain 这是什么回事呢 这出现了一个 在口语中重要的一个发音的现象 咱们有个术语叫做鼻腔爆破 借着机会把这个术语说一说 来帮助大家塑造咱们的口型 看能不能发音跟老外一模一样 这个术语在英语中叫nasal explosion nasal是鼻子的意思 explorant就爆炸爆破 李老师以前说过 咱们有六个爆破音 大家还记得吧 水唇两个 舌尖两个 舌根两个 这两个里边有一个声带振动 一个声带不振动 大家回忆一下 水唇两个是 啪 啪 舌尖两个是 啪 的 舌根两个是 啪 啪 这都是爆破音 把声音气流通路挡住 然后突然间 噴 喷 喷出来了 叫爆破 咱们说中国人 中国人又爆破音 也是这六个 只不过中文爆破音 声带都振动 就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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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声带都振动 中国人也会爆破 两个人在马路见面 那时候 老王 老王你倒是胖了 啪 喷出来了 叫爆破音 但你发现 甭管中国人还老外 它爆破在口腔里边 都在嘴 嘴唇 舌尖 舌根 什么叫鼻腔爆破呢 就是爆破发生在鼻子里边 嘴部爆破 从鼻子里喷出气来 叫鼻腔爆破 注意鼻涕别出来就行 这个什么叫鼻腔爆破呢 就是这么两个爆破音 T 大家知道 舌尖爆破 如果后面连续出现这个 辅音N 就出现T D 这个音节的时候 这个T 还有D 就顺着鼻子就跑了 就舌头不再做这爆破动作 顺着鼻子 啪 这气儿就出来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要先看这个不列颠这个词 跟老师先慢慢读 慢慢读 能听到T 这个声音 慢慢来 Britain Britain 是这么读 对不对 读快了之后 这个T 顺着鼻子跑了 跟老师大声来点 Britain Britain 大家可能一开始读不好 这个读不好没事 你看后面那个Tin读中什么呢 舌尖不做动作 从鼻子出劲 如果你会冷笑就会 你读完Britain就开始冷笑 Britain 就这么一个声音 连在一块 我们再体会一下 Britain Britain 鼻腔 口腔不爆破 顺着鼻子出劲 顺着鼻子出来了 这就是鼻腔爆破 但是后面鼻腔爆破是轻毒 不能中毒 以前在我班上有同学这么读 Britain Britain 吓我一大跳 这么一喷鼻涕就出来了 不能用力气 我们再来一遍 Britain Britain 我们再练两个 像羊肉这个词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慢慢读 Mutton Mutton 读快了之后 这个Tin顺鼻子跑了 再来遍 Mutton Mutton 我们的口语中 一般都读着Mutton 这个声音 再比如说 这个某一个 或者表示确定无疑的 这个形容词 我慢慢读一下 Certain Certain 但是您发现 在听力考试中 很少有老师读 Certain 谁会读这么慢 快死了就 读快了之后这么读 再来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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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冷笑了 我们来复杂一点 比如说大山 这个可能难度更高一些 前面要张开嘴 先慢慢读 Mutton Mutton 再快一点 Mutton Mutton 后面是 嘴没有动作 顺鼻子出气 我们再看这个DIN 这个DIN 可能难度更高一些 咱们先看口语中 特别常见的 这助动词 一般过去使得否定 我们读一下 Didn't Didn't 读慢了的时候 能听到这个DIN 的声音 读快了之后 这个舌头不做动作了 从鼻子出来了 我们大声来面 Didn't Didn't 但注意 DIN DIN 这要更用一下力气 这感觉大家发现 好像生活中发现 有些人有鼻炎这毛病 李老师就鼻炎这毛病 有时候犯的厉害 他一个人坐着就运气 就这个地儿 总是试图用气把鼻子给冲通了 鼻子不通气 就是DIN DIN 这么一个动作 我们大声来面 Didn't Didn't 读快了之后 最后这个T 都会失去爆破 因为在单词末尾 这个T 还有这个D 读快了之后也听不到了 所以只能听到两个音节的声音 我们在那边 Didn't Didn't 最后那个T 都听不到了 你看我们 在托福厅里 有这样的对话 第一个女孩说 Guess what I just nominated you for this year's class treasurer 第二次 Oh no Sally You didn't Oh no Sally You didn't Didn't 这是鼻腔包裹 我们再看学生那个词 别看这词简单 能读准的人还真不太多的 那么英联邦国家里边 它是发you这个声音 前面发you 我们慢慢读 student student 在美诗发音呢 往往把you前面这个ye去掉 发生呜的声音 我们再美音读一下 student student 注意steel 变成stu stu 但不能读stu 不是肚子的肚 那个声音 这个d 这个因为字母t 在这着化成d的声音了 对吧 后面中毒要着化 这个d不是中文中d 那个声音 你要读d 这个舌尖顶到上牙上了 你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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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一种d 是把舌尖沿着上牙 往后滑一点 顶到上牙根 再往上面一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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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再跟无评的一块 我们再读一下 student student 好 再读快点之后呢 这个d顺鼻子跑了 我们再来一遍 student student 这么一个声音 再快点 最后这个t都失去爆破了 只能听到两个音节的声音 我们再来遍 student student 你看老外音说student student 就这么一个声音 只是慢慢一点一点变化来了 这就是鼻腔爆破 大家 我不知道啊 大家读的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练习 慢慢就好了 一开始不熟 但并不是代表大家读好了之后呢 就你会了 读好了之后 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为什么呢 以后我们不用想着这个水声的动作 关掉了这个手动控制 用自动挡 自动控制 他舌头也能做出这个动作 那就会了 千百遍的重复就好了 这鼻腔爆破非能好理解 为什么呢 在中文中呢 也有这鼻腔爆破 李老师刚好这两天感冒 听这鼻腔爆破 听得就更清楚了 这鼻子手里有声音 在中文中有的时候 说三个字 你发现冷不定一听 就两个半字 中间那个生母顺着鼻子也跑了 跟鼻腔爆破差不太多 这个大家能不能听出 李老师老家是哪里的 是哪里人 其实我跟郭德纲是老乡 是天津人 这天津人说话呢 就有时候有这特征 他有的时候说快了之后 三个字 冷不定听中间那字呢 还剩半个字 生母顺鼻子跑了 你看咱举些例子 比如说天津人说派出锁 他不叫派出锁 他怎么说呢 天津人的话叫派锁 派锁 派哦哦哦哦 本来是出 那个吃顺鼻子跑了 光一个呜的声音 派锁 这么一个 你像天津人说自行车 他不叫自行车 他怎么说呢 又梗又辣的 这么说 那个吸顺鼻子跑 剩个嗯的声音 跟这个didn't 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家体会一下这鼻腔声音 跟我一起读 咱慢慢连说天津话都会了 你看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鼻腔爆破 现在还不熟没关系 咱们后面碰到 还会提到 还会练习 你看在这句话中 就出现两个鼻腔爆破 前面说live in Britain 后面有出neednt 你看neednt 读快变成neednt neednt 这么个声音 People who live in Britain neednt despair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like this 就是他们要犯 类似这样的错误的时候 他们不用绝望 这个绝望这个词 咱们当动词来用 首先来注意 后面常见的搭配是 加切词of Despair of somebody 对某人绝望了 Despair of something 或Despair of doing something 对某事或对做某事绝望了 对于某人某无绝望 注意 后面戒词叫of 英语是戒词的语言 不具戒词的话 这个词就死了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老师们对他 已经开始绝望了 The teachers began to despair of him 老师们对他已经开始绝望了 就不好好学习 谁说都不听 把老师都打死了 最后一看没办法了 老师开始对他绝望了 没办法了就放弃吧 可以这么说 那么做某事也行 你看这句话 Mike Despair of ever seeing her again 这个Mike怎么样呢 对再见这女孩的一面 已经完全绝望了 这女孩的总找理由 总是不理她 所以Mike到最后 干脆 哎呀不可能了 放弃了吧 对 做这事已经就要 Despair of doing something 这是当做动词来用 但是这个词 做名词呢 也是绝望 做名词也要记录搭配 在前面加这次in 叫in despair 就叫绝望地做某事 这个注意中文 这个不是对做某事绝望 而是绝望地做某事 绝望地 当状语来用 咱们看个例子 比如说 he killed himself in despair 他绝望的怎么样 自杀了 绝望的自杀了 这个可不能翻译成 对做某事绝望 不能翻译成 他对杀死自己 觉得很绝望 拿着菜刀 照着肚子砍 砍沙月 就他妈不死 你看 这怎么就死不了呢 不是对杀死自己绝望 绝望地自杀了 这注意别翻译错就行 咱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46克 看是不是这么说 212页的第28行 到第29行 212页 28到29行 I gave up in despair 我绝望地放弃了 在这并不是对放弃很绝望 而绝望地放弃了 这是第46课 叫自己动手去做 这个书 未来会讲 再看第54课 244页 第27行 到第28行 244页的第27行 到第28行 有这么一句话 I got up early next morning hoping to find that the ants had given up in despair 我转天早上 很早就起床了 希望能够发现 这些蚂蚁 已经绝望地放弃了 只不过这里用了 完成实战依然用的绝望地做模式 Do something in despair 可以这么说 这是动词即后面借词加off 名词即前面借词加in 这个词就立刻就活起来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下面这个例子 是一个著名的演说 就是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里边有个名句 叫做我们要从绝望的大山中 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咱们新东方学校这个校训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人生终将辉煌 就是脱胎于这么一句话 咱们看看 这原文是怎么说的 咱们听着当年录音 顺便看看原文 好了 开始说吧 他说有了这种信仰 我们就能从什么呢 从绝望的这个大山之中 砍下来这么一块希望的石头 A stone of hope 这个Hew这个词表示 用斧头或刀横下来 砍 这么砍 叫Hew这个动作 它的避语应该是 A stone of hope 然后壮语应该是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这里把这个 A stone of hope 后置 这是用了锯末中心 英语中 往往锯首和锯末 是关键的位置 这里关键是希望的石头 所以把它放到锯末 是突出了希望的石头 正常语句是 Hew a stone of hope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这是一个 这个出现 宾语后置 壮语前置了 这是突出宾语的壮性 咱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这是绝望这个词 动词和名词 都非常重要 再回到剧中 他说 这个住在英国的人 不必去绝望 但他说 当他们犯类似错误的时候 哪个错误呢 就是把这个放在洗衣机里 抄口的洗得比白还白了 但是括号里说 And a lot of people do 但是很多人呢 就会绝望了 这个do代替什么呢 其实就是前面的despair 不光是despair 连后面的壮语从具 也省掉了 本来写全了一个是 A lot of people despair when they make mistakes like this 很多人呢 当他们犯类似错误的时候 他们只好绝望了 这进一步呢 就勾起了读者的兴趣 说 为什么英国人 就不必绝望呢 这超票的这样 他怎么还能当前十呢 这进一步 吊起了读者的胃口 好写法 上来如果说 有个叫残敲军组的机构 它有什么功能 读者一看就没劲 就把这文章扒就扔了